你以为只有人类才会喜欢园艺吗? 错了 这些动物也是园艺高手 你不信就看 园艺是一种利用植物的生长特性 创造出美丽的景观和效果的艺术 人类喜欢园艺 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也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 培养耐心和细心 但是你知道吗? 在动物界也有一些园艺爱好者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植物互动 创造出奇妙的作品 今天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些动物的园艺故事 让你大开眼界 感受到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和谐与美好 第一个故事 招财猫 招财猫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短猫猫 它们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的一个特征 它们喜欢用前爪摇摆 好像在招呼客人或者招财一样 招财猫不仅可爱 还很聪明 它们喜欢玩耍和学习新事物 而它们最喜欢的玩具 就是植物 招财猫对植物有着特殊的兴趣 它们会用自己的爪子和牙齿 对植物进行修剪、塑形、移植等操作 它们不仅会把自己的窝边上的植物 打理得整整齐齐 还会把周围的植物 也纳入自己的园艺范围 有些招财猫 甚至会把自己喜欢的植物带回家 放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招财猫的园艺作品 通常都是简单而优雅的 体现了它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第二个故事 大象 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 它们有着强大的身体和灵活的鼻子 大象是群居动物 它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丰富的情感 大象也是园艺高手 它们用自己的鼻子和脚 对植物进行拉掘、移动、堆积等操作 大象喜欢在水边或者泥地上进行园艺活动 它们会把水草、树枝、花朵等植物材料收集起来 然后堆成各种形状和图案 有些大象甚至会用泥土或者沙子覆盖在植物上 制作出不同的纹理和颜色 大象的园艺作品通常都是大气而富有创意的 体现了它们对环境的适应和对艺术的探索 第三个故事 海狸 海狸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镊齿动物 它们有着锋利的门牙和扁平的尾巴 海狸是建筑师和工程师 它们用自己的门牙和爪子 对树木进行切割、运输、堆叠等操作 建造出复杂的水坝和巢穴 海狸也是园艺高手 它们用自己的树木和水草 对水域进行改造和美化 海狸喜欢在河流或者湖泊中进行园艺活动 它们会把树木和水草编制成各种形状和结构 如拱门、桥梁、格兰等 有些海狸甚至会在水坝上种植一些花草 增加一些色彩和香气 海狸的园艺作品通常都是实用而精致的 体现了它们对生存的智慧和对美的品味 第四个故事 鸟类 鸟类是一种有着羽毛和翅膀的脊椎动物 它们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 鸟类是歌手和舞者 它们用自己的嘴和声音发出各种美妙的歌声 鸟类也是园艺高手 它们用自己的嘴和爪子对植物进行采摘、搬运、编织等操作 建造出精美的巢穴和装饰品 鸟类喜欢在树枝或者岩壁上进行园艺活动 它们会把花朵、叶子、果实等植物材料收集起来 然后编织成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巢穴 有些鸟类甚至会用羽毛、珠子、贝壳等其他材料来装饰自己的巢穴 增加一些光泽和花丽 鸟类的园艺作品通常都是小巧而多彩的 体现了它们对生活的享受和对爱情的渴望 第五个故事 蚂蚁 蚂蚁是一种生活在地下或者树上的昆虫 它们有着强壮的下颚和细长的触角 蚂蚁是农夫和养殖家 它们用自己的下颚和触角对食物进行收集、储存、分配等操作 蚂蚁也是园艺高手 它们用自己的食物和分泌物对植物进行培养和改良 蚂蚁喜欢在地下或者树洞中进行园艺活动 它们会把菌丝、叶片、种子等植物材料带回自己的巢穴 然后培养出各种菌类或者植物 有些蚂蚁甚至会用自己的分泌物来促进植物的生长 或者改变植物的形状 产生一些新的品种或者功能 蚂蚁的园艺作品通常都是神秘而奇特的 体现了它们对食物的需求和对科学的探索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一些动物的园艺故事 你是不是感到很惊讶呢? 原来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中 不仅有人类喜欢园艺 还有很多动物也是园艺高手呢? 它们用自己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中